我就是保女人 你这么信任她 今天我就要看看 她乃什么保女 护侍郎 跟我们走一趟 出什么事了 护侍郎刘春 适应你的邀约 去到乐风楼吧 怎么了 和同僚吃饭 也算是罪过了 刘春死了 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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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如 你还好吗 刘春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不起 是我错了 又害你担心了 现在还说这些做什么 抄局的事 你看得比我透彻 现在我该怎么做 你给我指出一条路啊 无论是谁陷害我 他们都是冲着苦衍来的 线下有两件事 需要你帮我去做 第一 让木南带你去城外 找一个就孙鹤的人 他是苦衍案的关键证人 第二 刘春是在乐风楼玉海的 去那里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我能这么有清白 好 瞧瞧 答应公主 坐了驸马 就用不着这么费周折了 谁会答应公主啊 别听她胡说 我知道她 我相信你 欲如拜见舅舅 舅舅方才的话说错了 好 我相信九四无罪 亦相信天子明察秋毫 等到真相大败 九四自然无事 无需跟公主做交易 只是希望这段时间 舅舅可以照付九四一二 欲如再次拜谢舅舅 请考虑 好 有 咱们 来 走了 阿姨 才打入 你 她 周折 我相信她 我相信你 你 我相信你 真的 时辰到了 该走了 我要走了 我给你带了些东西 御族会给你 照顾好自己 你也是 今日 护出这场脸面 只求陛下秉公处理 准早大夏日晚 问斩顾就死 你认得这个印尖 这个人是谁 刺势非动小河 我要请陛下 只有陛下才能脱禅出这刺势 好 九四 我一定救你出去 我护九四修了解释的福分 隔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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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九月二十五 为上媳妇记住这个日子 这是柳玉如下葬的日子 陛下给了我毒酒 而我却活着 毒酒是假的 毒酒是假的 但柳玉如是真的死了 这是你下葬的时候 九丝亲手把它放在你手里的 借你除官时 我想了想还是给你戴上了 总算是个念想 解发为父亲 恩爱良不宜 生当富来贵 似当长相似 似当长相似 别乱动 公子啊 你看这胭脂 像不像花蓉的 闻着也像 顾都尖 行 好 好 再看胭脂呢 永州都水间顾酒司 拜见施玉娘子 这是我们施玉轩新出的实心款式 叫踏雪寻美 这名字真是别致雅气 这名字真是别致雅气 我想要的这个名字 要别致雅气 不能太泛泛 也不能太生僻 让人听一遍就能记住 以后一用到胭脂 就能想到我的铺子 那便成了 顾都尖 又再为铺子 都不够发愁吗 晚辈出来拜访 文英带着礼物 前来止血才是 可现在 不必多说 我已经让账房 给你准备了十万铺子 夫人答案 晚辈不以为报 顾都尖说哪里话 快快请起 这修黄河 可是立国立民的伟业 为了黎叔安康 莫说是十万两 就是全部家业都捐得 顾都尖 你在想什么 夫人此话 满辈先前 也曾听另一位医生来说 如今此人一事 故而干完 是月娘子 她走了 娘子为什么 还不亲自见见她呢 她一定日日夜夜念着你呢 这三年 我又何尝不是日日夜夜都在想她 但我必须等 等到黄河大霸郡公 天下皆知的那一天 等到她功成名就 今生不坏的时候 我们才能相见 什麽 赵依三 赵依三 你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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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尽管 你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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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你说呢 修缮黄河乃是千秋大业 顾九司立下此等大功 理当重赏 微臣以为可召回东都 官复其原职 担任户部侍郎 骆侍郎言之有礼啊 那就 等大坝俊宫之后 朕就 册封顾九司为左相吧 为六卿之首 左天子 同百官 事无不同 以名述正 陛下秀明 大坝俊宫了 真的 真的 千真万确 刚刚得到了消息 他做到了 他真的做到了 修剑大坝 是千秋伟业 旷世其宫 从此以后 他会受尽天下人的爱戴 再也没有人会诋毁他 怎么娘子竟比顾都坚本人还骄傲些 有件事 有件事 这几年我从未告诉过你们 顾九司 她是我夫君 我当然为她骄傲 还有一件事 我真正的名字 叫柳玉汝 从此以后 你们也可以叫我柳老板 是 虽然 只有她 了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